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了午夜粽就把寒一送 今天爆三种口味的粽子 红豆提前浸泡 一个晚上刚好能捏动了 五花肉用你喜欢的料汁腌制一个晚上 自制的红豆沙里面包有咸蛋黄 超市买的粽液清水洗干净以后煮过两分钟 减去前面这个比较硬的部分 糯米洗干净沥干水分不用提前浸泡 取两片粽液 先窝一个三角做底 一勺糯米填满底部 先包红豆的 把粽液折过来 绑扎 注意把这个头把它绑出去 叶子的一头一尾 就OK了 这是三个角 这是一个角 就是四角种 怎么都不会散的 两边朝里 两边朝里 这也是一种包法 只是注意这个尾部 你的线呢 绑线呢 在尾部这儿把它绑住 它就不会散 这样就是一个 豆沙的 再包一个肉粽子 还是先做一个三角 饼 填上糯米 糯米是 半 老抽 生抽 蚝油 五香粉 这是看自己的喜欢 肉粽子 小火 保持开的状态 煮两到三小时 这一大锅 煮的是红豆沙馅和红豆馅的 煮了三个小时的粽子 出锅啦 自己烤牢自己一个肉粽子 香喷喷的肉粽子 看看里面的五花肉 来一块肉 咸香软弱 好吃的停不下来